完成的畫面在雲端上也有 這個畫面下一個就是 這個的畫面 如果在 吳先生什麼稱謂 這上面所以等一下有時間各位自己再練習一下 然後剛剛的這個 是否這個也有 公司在這裡 那剛剛的公司如果你們的那個講義不夠清楚的話 雲端上面也有畫面 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就剛剛有提過 可以把它傳到雲端 然後因為我剛剛丟的東西好像是丟到那個 不是實體資料夾是那個壓縮資料夾 有沒有你壓縮資料夾沒辦法傳上去 所以如果今天要傳 練習題裡面的那個 文這個好了 丟上去是這樣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會張開 歡迎你放上去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傳上去了 那這邊會有個百分比 傳完之後的話 這就完工了 完工之後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檔案 在Google市傳表上面呢 就可以 如果你手邊剛好沒有Excel的環境 其實在 Google上面也可以玩的 所以有一些 現在有一些公司行號 他們有個趨勢 就是不買office的授權 直接 用雲端板 來工作 那這樣的話如果將來 會不會 不確定啦 如果將來哪一天 會不會 哪些單位 也跟你講說 我們不買office的授權 不買2013 然後可能舊的授權 新的電腦也不安裝 那你們請自行 到雲端上面去做 作業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 把問題解決 其實他的做法都一樣嘛 比如說像這邊 差別是沒有插入這個按鈕 但是你會自己打 其實可以啦 等於REPT 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再感受一下 那他的什麼重複的 這邊會展開喔 你可以把它 選他 選的時候的 游標要一樣 放在這個上方 等於這個 然後重複的 他會跳出 訊息 你就打 然後再按一個F4 其實也是OK的 然後移到這後面 堕點 就是INT 其實感覺一下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這個 除以100 刮鬍 然後再一個後刮鬍 那他沒有打勾啦 不過他有Enter Enter一下 有沒有就出來 他有沒有自中 也可以自中 自中放在這裡 可不可以向下填滿 也可以啦 因為我一樣 做出來的結果 沒什麼 差 太大差 只是 他的位置 還有那個 做的那個動作 你習慣一下就好 像其實我已經很習慣這個 也OK嘛 反正你在哪裡作業 反正就是有工具 可以完成我的事情 就OK了 所以後面那個綜合練習 也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啊 等下如果有興趣 自己再玩玩看好了 那大部分都一樣 但是還是有少部分不一樣 少部分不一樣 另外他可以按個按鈕 其實也可以啊 你可以在這邊加個按鈕按下去 雲端板也可以 不過他後面用的語言就不是VB了 他用的語言是 Java的語言 是JavaScript的語言 可不可以做到 只是我想現階段我們 還沒跑那麼快啦 將來應該會有這個東西出現 OK 好那再來這個是一個補充啦 如果各位有 等一下有時間的話可以玩玩看 丟上去 打開來 就會有雲端的 一樣的試算表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發 那這個之前 有同學 就是問我一個問題 比如說他的檔案 2007的檔案 奇怪一直 要轉存都沒辦法轉存 一直卡住一直當機一直當機 後來他問我怎麼辦 我說很簡單啦 你就把它丟到Google試算表 再下載回來 他的問題就解決了 他覺得 哇好 好神奇 怎麼 就是這樣 因為 你傳上去之後 他會把一些格式 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都幫你清掉了 下載下來就OK 另外還有 之前有同學遇到什麼 有設定保護工作表 就忘了密碼 他要解 解不掉 我說很簡單啊 你如果有設保護 有密碼 你把它傳到Google試算表 下載下來保護就不見了 就是那這個也是之前有同學 就是也是有上課學人跟我講說 老師我發現一個 很好用的功能 以後的話 去保護忘密碼沒關係 他就試了 果真我把它試了一下 真的密碼就不見了 所以這一招 我想 可以玩玩看 那裡面有太 就等於是多一個 多一招 如果將來你有問題 手邊剛好 沒有 Excel 你也可以這樣做 可以快速 另外 我是覺得他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說 你在 PC上面 就是在 這個桌上一定要看到 是這個畫面 你在 手機上面 如果零時 你要有個Excel 對不對 也可以 安裝一個 叫做雲端硬碟的App 打開來 也會看到一模一樣 所以你在手機上要緊急 有沒有 要填一些 馬上也可以在手機上 在平板上 然後你在 Android的 就Google的 OK 在 iPhone iPad上面 也OK 所以iPhone iPad上面 你可以 在App Store上面 打一個 雲端硬碟 也會有個App 就是這個 所以以後你要解決什麼 解決就是說 你在外面 不方便 要開Excel 的話 這個也有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太多的方法 現在就是 盡量去使用這些相關的東西 其實當然一定有它的作用 OK 這個是 EWIDE的 跟各位做補充 所以你要丟上去有幾個方法 直接拖拉放 或者這邊有個箭頭 也可以去找到那個檔案 也OK 如果你剛剛拖拉不行的話 你可以上傳一個檔案 或資料夾 但是有個重點說 你一定要使用 建議一定要使用Google瀏覽器 你用其他瀏覽器 可能會發生一些 就是一些狀況 可能會發生狀況 OK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這個解法 你會想說 這個解法其實實在是 太 太複雜了 有沒有更簡單一點的 當然有 怎麼做 其實 就教過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用REPT加ER1N的話 我把它delete掉 到這裡 在這裡 按打 後面的話 我可以用另外一個 打勾 其實這邊 後面的話可以 AND 你另外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TEXT TEXT 是什麼用途 我們先講一下 其實它有點像這樣子 這邊先打勾一下 比如說 這邊要變成 三碼 你要會怎麼做呢 右鍵 儲存格格式 對不對 然後呢 切到裡面會有一個叫文字 有沒有 這邊有個數字 把它改成文字 84 有沒有辦法變 084 可以啊 自訂一下 打什麼呢 000 有沒有看到 084出來 這個是格式啊 所以呢 將來如果你有格式 要 套用上去的話 就可以用對應的一個函數 叫TEXT就好了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你反正你哪一種格式啊 你要格式成這樣對不對 制定一下 把這個 放在TEXT裡面去 就OK 這非常好用 一般可能同學都不太會這樣用 那我們來試一下 那怎麼使用 特別就 第一個 打一個TEXT TEXT 後瓜糊 它會跟你一樣有幾個東西呢 一個 兩個 這個 Value是什麼 它的值 值的話就84 豆點 後面就是 Formate的TEXT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 000嘛 但是你不能給000 你要給個字串 把字串包起來 應該了解意思吧 字串包起來 對不對 格式 瓜糊 然後給它什麼 打勾一下 缺什麼呢 這邊 缺一個AND 有沒有 因為這個 字串跟函數 中間一定要一個AND 打勾 OK 084 出來了 那後面的話也很簡單 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去 然後這邊改成H OK打勾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簡單多了 對不對 所以 第一招 當然是 剛剛REP家裡的人是 邏輯上是這樣思考的 沒錯 邏輯上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 會想到那邊去很複雜 所以你可以用格式的方法 那格式的方法 記得就是說 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按右鍵 屬於格式裡面的那個 制定喔 所以你只要制定的出來的話 任何的格式 通通都可以 去把它格式化 出來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把它複製 在 這個格式你要套在那個 屬於格式裡面的話 你加一個TEST就可以了 它是用幫你格式化的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喔 就解法2 TEST 簡單多了 OK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 玩玩那個 雲端硬碟 因為他真的是跨平台 尤其是 出門在外 你要隨時掌握一些訊息的時候 哇真的太方便 太太棒了 如果你只是鎖在ESEL裡面 真的很多事情是沒辦法做的 好